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编助理及记者还有商务主持的工作 参加了大型的互动交流活动 一带一路中国郑州到德国汉堡的一个经贸文化交流活动 同时也策划组织企业家进行了一个交流互访 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我想寻找一份关于销售 也可以是大客户销售方向 还有总经理助理以及执行的岗位 谢谢大家 多高啊 近高168 多重啊 不到100 太瘦了 你这身材可以跟丽浩阳比美了 我也挺想吃胖一点的 你们俩加在一块就是一根油条 怎么了 你波音主持不是干得好好的 都是与此相关的行业背景 怎么现在不干这个了 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从上学就一直是波音主持专业 后续的一些工作都是相关的 我觉得可能自己也可能到了一个平静期了 那另一个原因就是都说因为一个感情选择一个城 然后我是因为伤了一段情所以放弃了一座城 然后呢如果是离开了郑州之后 其实我一直蛮想来北京的 说说怎么被伤的呗 就是可能三关不太合适吧 是 见面的时候都是五关的 恋爱的时候就三关了 到底哪一关不合适啊 跟职场的行业其实也有一定关系 那你要说一说了 因为这个教育背景不太相似 他学什么的 普通专业 普通专业 我当时主持人然后记者 我俩从认识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学主持的吗 我说是我是学主持的 那你是不是圈子有点乱 我说可能我不太理解 那你觉得乱吗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是因为喜欢才接触这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只要是你自己是坚定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坚定的 身状不怕影子歪啊 我们要重点聊一聊 你的优胜教育那一段的工作情况 正好陈总也在这 你说一说 怎么去的怎么又走了 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艺考教育 所以说可能想了解一下 K12这方面的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优胜教育 你自己应聘去的 其实当时我是 在9月份打算转型的时候 其实投过菲尼的简历 大概有两个星期 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是我菲尼莫属为你考虑 你那时候刚失恋吗 缓缓心情 所以说我就直接通过那个 网上简历 直接投的这个 优胜的储备校长的岗位 储备校长是有一个实习期 实习的时候是一个轮岗 我是在入职第二个月的时候 达到了我们那个校区 那一个月的一个营销部的一个校官 那怎么又走了呢 因为我的职业规划 那我可能是想在北京长期发展 你在他那不是北京吗 我当时轮岗实习的时候 也是在北京的校区 但是这个可能涉及到 因为这个储备校转到校长的时候 然后是需要外派 多长呢 当时总部沟通的应该是这个六个月 六个月你熬不住啊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说当时就接受了 然后也外派了 但是可能外派出去完之后 就发现就是我的那个地方 可能会比六个月要长一点 就是你不愿意在外面再待下去了 你想赶紧回到北京 对 陈浩你们这个校长外派是 不一定标准的是吧 不是是有固定标准的 我刚才也在问你那离职原因呢 对吧 我觉得台上也不方便讲 而且这上面写这个离职原因 其实说出来你想吐血啊 他说辞职原因是因为晋升太快了 没有人情味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说的 因为晋升的比较快啊 晋升太快多好啊 对不对还不好吗 难道你想慢一点吗 你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是这样的 因为您看啊 我之前一直是从事的 不是这个行业的 你不自己说要转行 对是我要转行 那我觉得你在某一个岗位 你是要达到一定量的这个岗位储备的 然后包括这个 特别是一个校长的岗 后期的话校长是 咱们这样好不好 你也是靠嘴说话 我也靠嘴吃饭 咱们能不能来点值得别绕弯弯 你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咱们都不傻 是这样的 因为校长的话 你要是运营整个校区的 它不可能是一个短时间 就可以迅速怎么怎么样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你是怕被那个地方缠住了 因为工作原因 是有一方面 我觉得他说话太绕了 你直接说什么原因就行了 我听起来就好像是 你晋升太快了 自己还不能掌控 那个学校的运营工作 不是 因为是这样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 体系是比较完整的 而且也是有一种比较 安稳定感 假设假如 优胜教育 在 想让你回去 在北京 你还会 回来在北京吗 不会 所以一直没说真正的原因 宛如我想说 就说一句话 我觉得在这种智商过剩的年代 真正好的技巧 就是走心 没事 你大胆讲 因为你的所有来的以后的业绩 真正离职原因 我这都有 你说说 但我没法讲 你跟我们大家 让我们知道一下 对不对 这也是你做面试官的一个责任 我觉得你应该直接讲 你怎么变得不直接了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跟男朋友两地分开 是吗 这个是没有考虑的 因为我是 现在是比较是偏 工作是工作 然后感情是感情 这两个是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 对 宛如想这个情况 我其实比较理解 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 我们公司 原来在昂利的时候 我们有300多个外派校长 那外派校长 他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 就因为第一个是城市 对吧 第二个是这个学校 还有有的学校 不一定是全职营的 有可能当地 我们有一些授权的合作伙伴 和投资人 那这个投资人的性格 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哈实 你刚才说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很正常 但如果这种心理能力 都没有的话 那外派岂不是一个失败的行为 外派执行校长 我们总结下来 不适合他这种 就是娇滴滴的女孩 就是他说的 大客户销售 其实比较适合他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 外派执行校长 都是男孩 就有开疆 拖土的精神 就打疆山 张飞行的那种人 这跟宛如的性格也有关系 他是主持人吗 他希望被关注 他希望跟领导层 有更多的交流 如果到一个企业里面 升职太快 只能说明两点 第一 要么在公司的门槛非常低 你瞬间就可以做储备校长 显然优胜不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你的能力很强 那还有一个关键点 你说你到外地去 有落差 另外一个就是 你难以胜任嘛 就直接回到老板们 就很好了 没有必要去绕一下 那同时 从人力资源规划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对你自己的规划是不清晰的 我不同意 如果像他这样的 他自己到了一个岗位上 他发现如果他在总部 比如说销售 销售主管 这些上层都不错 业绩不错 但是我确实性格 就不适合被派到 我不熟悉的地方去 难道他这个时候 不应该是改变方向吗 而是在当地强忍吗 这个问题很好 当然可以改 也必须改 但是他的情况 是有前提的 你在接受offer的时候 接受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一定会跟你讲说 有可能会外派 甚至很长时间 我相信你是清楚的 但这份工作 外派的工作来临的时候 你可能不笃定了 然后你那个时候 开始质疑自己 然后其实你就会把问题 抛到你的雇佣方 那这是对自己 和对企业的双重不负责任 张文如这个选手的离职原因 就是因为情感 但是很多老板 不明白是为什么 所以我也有必要补充两句 他在上班的时间 一直在给男友打电话 而且他外派以后的业绩 是零 所以也遭到了员工的投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他采取了淘汰 图老师 我很关心说 那他现在的感情状况是什么 因为我听下来 我觉得他好像很容易受感情影响 选手为什么要挖他的隐私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就看他 我们想了解真实的原因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想骗他做大客户销售 就看他的销售能力就好了 为什么不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呢 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挖选手的隐私 前提是都是他愿意说 他不愿意说吗 死挖一挖不出来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不用说出来 用你的表情告诉我就知道 你在北京现在有可发展的对象吗 是有的 对吧 这点是什么 但是这点 可以了吗 你还听不懂陈浩说什么 真是 对吧 所以他不想离开北京 这也是他的选择嘛 那对于这个离职原因 我说是个人方面的原因 其实每个人在职场方面 都会碰到比如说薪资呀 晋升呀 还有公司体系好 价值观等等 一些相符或者是不相符的原因 所以说在场上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也是蛮尴尬的 你今天主要面试的大客户销售 是 销售 如果有销售 如果有大客户销售合适的最好 你好好准备一下第二环节 咱们考一下这个问题 要求薪资多少 7000家 7000家 只在北京 对 别的地方一概不考虑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国流 两个中年男子走了 还胜吃战争 天生我有才 来 考一个大客户的这个考题吧 谁来 命题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对象 正在做的是艺学 你扮演的是另外一个 然后说服他 转换他的加盟品牌 你就这样就讲说过程我们两个是夫妻 不不不不 你不能找利好阳 利好阳今天一直户着 那选宗总吧 来来来 曾花 来来来 那就曾花和虎哥他们夫妻吧 对对对 二位你好 是这样的 之前咱们已经了解过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 是谁把客户资料卖给你的 是这样 现在这个渠道也比较多 您可能现在想投资一个教育模块 那您觉得更侧重于哪一方面呢 我觉得一对一吧 我啊 我就看中什么赚钱 赚钱 那我觉得其实二位的需求都挺现实的 一方面一对一的话 就是现在教育发展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咱们既然投资了 肯定要回报的这个利润块 我们一学的话 是主要做这个偏高端人工智能的一个线上教育 而且是一对一的 那也是包括我们的注资呢 是有这个新东方 以及这个好未来等 可以了 你们两个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说一下吧 就是第一个你要记住 就是当用户已经有了一个选择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它的需求是确定的 你的重点应该放在 医学有什么好上面 我觉得沟通上还是不错 但是对产品毫无了解 我听他一番描述下来 他对医学还是有一定了解 但是他刚才的表现是没有任何了解 而且还有没有任何逻辑 第一个是被你们俩说 信息源怎么来的给这个振住了 这个其实压力蛮大的 因为这是每个客户最难回答一个问题 他因为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培训 如果经历过专业培训 这没问题 但是他应该经历过 你们可能参加讲会流过电话 他是因为没有培训过 所以他在优胜做过 没有没有 他做的不是那个大客户销售 他做的是出次轮港的时候做过销售 家长的销售是家长销售 这个不一样 我觉得这事完全没必要争 他不了解就是不了解 他不了解 所以他张嘴就错了 针对于刚才这道题大家的评价 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是这样 因为我确实对于医学的产品不是很了解 所以刚时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做这个销售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放下身段 因为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去递推 我可以就是直接裙子一绑 就是一直在家长面前去做地推 而且我之前做了一个 就是将近一十万的一个单 然后呢 这个单也是跟了好久之后 然后用各种的方式 这个家长就很信任我 是这样的情况 这会儿学聪明了 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 把它辉煌历史再说了一遍 这算是学习力很强 好吧 谢谢大家